原标题 为什么还会有人想死?古代的犯人,一般宁愿被杀也不愿意发配边疆,常言道,好死不如来活着,活着不好吗?为什么宁死也不愿意发配边疆?我们看看原因,发配边疆是比较残酷的刑罚,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了这种刑罚。 当时,皇帝绞尽脑汁希望削弱贵族的权利,不堪削弱的贵族有的就起兵造反,这种直接派兵出杀就可,出杀的一般都是主犯,而从犯就被判定发配边疆。 古代发配边疆的地方,一般都是荒芜之地,例如人烟稀少的西北沙漠,银河徐发配伊犁,东北苦寒之地,吴兆迁发配宁古塔,西南燕壮之地,领布维勒令到蜀地,东南荒芜小岛,苏氏发配到海南,这些地方在今天有的,成为旅游景点,但是在当时可以说是人间地狱。 首先古代是没有飞机,火车这类交通工具的,那些发配边疆的犯人,需要一步步走到发配之地,很多犯人还没到地方就累死了。 而且,到达目的地之后,哪里的环境恶劣加上水土不服,这样,又有一批人死了,最后的幸存者就开始了悲惨的命运,那就是工作。 这些人到了边疆以后需要干活,一般都是被当成奴隶使唤,或者就是冲军。 冲军的命运就是被当炮灰,基本上难逃一死,如果当了逃兵那更是生不如死。 或者,就被当成奴隶使唤,清朝一般发配人到宁古塔给披甲人做奴隶。 那些人好不容易到发配之地,还要忍受毒打和没日没夜的高强度工作,所以,有很多人被打死或者累死。 古代一些地方都是没有开发的地方,这些人被发配边疆,也就相当于开发当地,在充满位置中建设当地。 但是一路辛辛苦苦走到这里,然后环境还极其恶劣,外加上高负荷劳动,所以,很多人运可以死,也不愿意发配边疆,换成一般人,也没人会愿意去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